它是一個腸管狀 在這裡 脊髓 腦以下從這邊開始 這是脊髓 這個脊髓跟腦 通的地方我們叫做 枕骨大孔 這個你在高中才會學到 你自己摸得到喔 成腸管狀 人將受氣傳來的訊息 往上傳到腦 比如說 手指的感受 感覺神經 會先傳到我們的脊髓 好 脊髓再往上傳到大腦 好 第二點 它的上方連著腦幹 下方連著臀部 這個血管狗 上面是跟大腦的腦幹相連 往下延伸到我們的臀部 這個腦幹 這個血管狗 所以畫起來 再來這個圖的話 國中沒有講那麼細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是從側面看 好 我們知道我們有脊柱 脊柱裡面有脊髓 這條黃色的 黃色的就是脊髓 好 脊髓 黃色就是脊髓 然後這個突出來 這個 這個叫脊神經 好 就這個脊神經 就在這裡 好 這兩個相對的喔 這是脊神經 這是從上面看 這是側面看 好 這脊神經 好 每個脊柱之間 這個會有所謂的追尖盤 好 追尖盤你有聽過吧 什麼 追尖盤突出 因為這個我們現在一節一節一節組成的 所以這個整節它會受到重力的影響 受到重力影響的時候 這個追尖盤會被擠壓 所以追尖盤可能會突出來 突出來的時候如果剛好壓迫到 它跑出來的神經 這個擠神經的時候 好 就會造成你的疼痛 好 這叫追尖盤突出 好 再來我們看這個上面的圖啊 這裡 這個叫擠圖 擠圖都在這裡 好 這個就是擠圖 上面會有橫圖 這個我們叫追尖 好 我們的擠水在這裡 好 這個生出來了 我們叫做擠神經 好 這個你認識就好了 國中的話不會考擠水 它詳細各部分的名稱 老師在講題外話 這個追尖盤啊 你如果 你們可以試算看 你們早上一大早起來的時候 你就去量身高 你會發現 你的身高 跟你晚上睡覺前量身高的時候 會差到兩公分左右 也就是說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的身高比較高 經過一天的活動之後 你的身高會減少大概有兩公分 你們可以試上看 好 因為你早上 我們在睡 我們睡覺的時候平躺 平躺的時候 追尖盤沒有被壓迫 好 所以它比較膨 比較膨 然後到晚上 經過一天之活動之後 追尖盤受到壓迫 所以變得比較扁 第三點 集水的功能 好 第一個 傳達神經的訊息 好 我們驅體四肢的神經 跟我們大腦聯絡的時候 都需要經過我們的集水 好 驅幹跟四肢 好 畫起來 也就是說在頸部以下的 在我們的頸部以下 如果要跟大腦溝通的話 就要經過集水 好 A點 將身體各部傳來的神經衝動 向上傳到腦 好 B點 也可以將來自腦的訊息 傳遞到我們身體的各部 好 開始小手 如果動氣跟受氣 如果是在頸部以下 好 則這個反應 就需要經過我們的集水 好 在頸部以下 就要經過集水 好 這個你要背一下喔 好 第二點 集水是什麼的反射中樞 好 這裡我們就寫 軀幹還有四肢的反射中樞 好嗎 好嗎 好 方面 感谢观看